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周嘉创业的故事 我们小的时候 都把它当成故事来听的 一根眉毛饼蛋 两根麻绳 把它都开篇 世界万里茶路的大茶壶 武夷山我觉得它是 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 组成部分之一了 它没有因为 现代时代的飞速的进展 让这些文化消逝 四五岁的时候 我家人就会带着我出去旅行 我父亲把我背在肩上 然后跟着我母亲一起爬山 旅行它是有故事 有人文的 哪怕它只是直言片语 我都会为了直言片语 去到这里去探索一下 茶叶从小对于我们来说 是一门苦苦 要去上山采茶 采完一制造就会全然过敏 炒茶 我爷爷炒 然后奶奶揉 我奶奶揉到没力气的 就换我爷爷再来揉 茶对于我来说是一个 很辛苦的一个回应 中国人肯定会想着说 我在什么地方有个置业 然后成家 这是一个根的文化 每个人都会想 但是呢 旅行带给我最大的感受 就是说 收获了一份自由 已经不仅仅说是 家的根的感受 更多的是四海为家 每个地方都能带给我 非常多的文化冲击 周家的这些传统的这些 属于在中国的茶道上 它是有一点历史地域的 这些内容 全都需要我们来传承 那时候刚好大学毕业 举目忘记我们家属里面 没有一个人在做这件事情 从小我们就跟他俩过交道 我爷爷说的苦 我已经见识过了 我能够承受 这个就回来了 像我经常去到北上馆 但是我回来我就发现 我脚都踩着了大土 感受到的是大地万物 包括你 非常憨实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 其实周家 这一次我去了解他们家的时候 我觉得 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家族的事情 是那个朝代 那个时候的我们中国人 开始把眼光放向了 更广阔的领域 把中国的好东西 中国的传统文化 带到国外去 所以说 我们每个人出去和回来 做的事情可能不一样 但我们经历的事和我们的眼光 都会是渐渐的熟途同归 我们的家族的领域 我们的家族也有一个人 我们的家族也有一个人 我们的家族也有一个人